主持人 圣港堂 一月份主题立月于尾声的最后一讲 严牧师在第一讲让爱联系每个人 就与我们分享了圣港堂2024年的愿望 那就是以爱联系321 我们希望看到圣港堂的每一个人 都能认领三个未信的亲朋企友 带上两位基督徒的同伴 跟随一位信仰成熟的主内弟兄姐妹 并且我们要以爱互相的服侍 让爱联系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次立月尾声的就包括了 我们的师公领袖 师公同工 以及全体的会众 其间训然牧师分享了 与合一和睦同居 律玄牧师分享了奉献崇拜的一种行为 上帝希望我们和睦同住 所以我们应该主动去与人和好 我们也要通过金钱的奉献 在圣港堂兴起对主感恩的浪潮 作为这一小系列的总结 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普通 但确实不简单的课题 两个总比一个好 两个总比一个好 这是一个常用的谚语 表示两个人的合作 比一个人单独行动更有优势和效果 这个谚语可以用来描写 友谊 爱情 合作 团队等方面的情况 例如你可以说 两个总比一个好 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鼓励你的伙伴或同事 那两个总比一个好的前提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它涉及到我们对合作和竞争的理解 还有评价 有一个观点认为 两个总比一个好的前提是互补 也就是说两个人或两个团体之间 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 这样才能相互的补充 相互的促进 实现更好的效果 这观点通常是基于经济的方法和理论 它试图用效率和效益 来分析和评价合作和竞争 它认为合作和竞争是可以被量化或比较的 它可以被优化和提高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 两个总比一个好的前提是互信 也就是说两个人和两个团体之间 要有相同的目标和价值观 这样才能互相的信任 相互的支持 实现更好的结果 这种观点通常是基于社会的方法和理论 它试图用关系和信任来分析和评价 合作和竞争 它认为合作和竞争是可以被感受和诠释的 它是可以被建立和维护的 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两个总比一个好的前提是互动 也就是说两个人和两个团体之间 要有不断的沟通和反馈 这样才能相互了解 相互调整 实现更好的效果 这种观点通常是基于心理的方法和理论 它试图用动机和行为来分析和评价 合作和竞争 它认为合作和竞争是可以被激发和影响的 它是可以被改变和创新的 我是不是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呢 这是我的强项 是的 因为看似简单的事情 其实表达了我们的三观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 今天就让我们从传道书四章里面的信息 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三观 让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 来回应圣坎堂2024年 爱能联系每个人的主题 好吗 你们不回答我就讲不下去了 要捧一下场吗 好 让我们低头祷告 永恒之神 我们的上帝 生命与智慧的全缘 你教导我们什么是按你的旨意生活 在基督里 你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你的真理 现在我们恭敬在你的面前 聆听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同时也是我们个人的信息 愿你帮助我们相信爱能改变一切 也因此相信爱能联系每个人 虽然我们许多人都没有伟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能以你伟大的爱 去做出我们微小的贡献 所以请你使用以爱联系 三恶意的实际行动 让我们参与你塑造我们 以及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的伟大工程 奉以爱联系我们的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其实两个总比一个好 还有一个大前提 这又如何 人生有意义吗 若人生没有意义 好一点的生活又如何呢 传道书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它是圣经中属于智慧文学的范畴 传道书的主题就是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它的风格是自传式的 它的内容就是传道者的经历和感悟 但是它的结论是 敬畏上帝 遵守祂的解命 那传道书的主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回应其中的信息 有一种可能是接受的 也就是说我们认同传道者的观点和结论 我们认为生活和历史都是虚空的 徒劳的 没有意义的 但是 我们也认为敬畏上帝 遵守祂的洁命 是人的本分 而我们相信 享受上帝所赐的福分 就是我们人生一生所追求的幸福 这种回应通常是基于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足用上帝的旨意和计划 来解释 来安慰我们生活和历史上的虚空和徒劳 我们认为生活和历史都是上帝的创造和安排 是可以被相信的 而且服从的 但是另一种回应可能是反对的 也就是说我们否定传道者的观点和结论 我们认为生活和历史都是丰富的 有趣的 有意义的 我们认为追求智慧 财富 快乐 工作等等 都是我们人的权利 我们认为创造新式改变旧事 是人的责任 这种回应通常是基于人文的方法和理由 他试图用人的理性和创造 来表达和创造生活和历史 他认为生活和历史 都是人的选择和结果 他是可以被批判和创新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回应是超越的 也就是说我们超越了传道者的观点和结论 我们认为生活和历史都是既虚空 但是又丰富的 既徒劳又有趣 既没有意义又有意义 我们认为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节命 以及追求智慧财富快乐 工作等等 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都是人生的价值 我们认为创造新式改变 就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福分 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都是人生的幸福 这种回应通常是基于哲学的方法和理论 我们试图辩证和综合的方式来理解和构建生活和历史 我们认为生活和历史都是可以被分析和综合的 它是可以被批判和创新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对传道书的主题 是接受反对 还是所谓的超越呢 你是否愿意用上帝的旨意和计划 来解释你的生活 来解释历史 也为历史和生活带来安慰 相信它 并顺服上帝的创造和安排呢 《传道书》是一本富有智慧和启示的书 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生活和历史 并指导和鼓励我们面对和应对我们的生活和历史 我祷告 今天两个总比一个好的信息 能够让你更加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 从而让你察觉自己目前的三观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并做出能够带给你真正幸福的调整 好吗 有点回应了 感谢主 我很怕讲了这么多你们都睡着了 除了日光之下 凡事都虚空 《传道书》的另一个主题是 《日光之下》 凡事都相对 《传道书》四章至五章七节里就出现了七个这样的例子 活着不一定比没活好 群愤不一定比懒惰好 孤身不一定比同伴好 智慧不一定比愚昧好 献祭不一定比聆听好 多言不一定比寡愚好 许愿不一定比不许好 乍看之下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七个例子 似乎与我们的三观不符呢 你们仔细看看 有几个是你们可以马上认同的 还是全都不认同 好不一定比不好好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我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 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 几个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有困难认同的 看看我们是否能接受传道书的说法 一到三节 四章一到三节 是《日光之下》 凡事都相对的第一个例子 活着不一定比没活好 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 欺压之事 看哪受欺压的流泪 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有权势 也无人安慰 因此我赞叹 那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但那三位出生 就是未曾经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恶事 比这两种人更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光之下》 经常发生欺压的事情 受欺压的人不但不能享受自己的福分 而且也没有人安慰 可见人活着 不一定是最好的事 有些人是生不如死 有些人是受尽痛苦而死 欢乐总是没有痛苦多 何必剩下自己呢 人生就像一条不满经济的路 忍受生活就像迅速地踩过一些经济 然后又要踏上另一堆经济 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 先不要做结论 四到六节是《日光之下》 凡事都相对的第二个例子 群愤不一定比懒惰好 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见人因为彼此嫉妒 而有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的工作成就 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愚昧的人抱着双臂 自食其肉 一掌满满得享安静 胜过两掌满满而劳碌无风 意思是什么呢 《日光之下》的各种勤奋和成就 动机大多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嫉妒 忌妒 还有比较 许多人热衷于工作 听起来总是崇高的 看穿的 看穿高的 《日光之下》的努力都是出于野心 止于愚昧 归于虚空 成立于竞争的群奋 固然是虚空的 冷漠厌世的懒惰 也没有好结局 第五节说 抱着双臂就是指有手好闲 无所事事 自食其肉就是比喻要挨饿 一掌满满就是指工作点到为止 但却能够得享安静 两掌满满指的是工作积极进取 但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满足和安息 最终只是劳碌不丰 那么人真的能够把握好竞争与逃避 上进与懈怠 一掌与两掌之间的合适的界限吗 正如一阵风吹来 有人觉得冷 有人觉得不冷 到底怎样才算冷 或者不冷呢 七到二十二节 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日光之下凡事都相对的 第三个例子是 孤身不一定比同伴好 这是一个与其他例子相反的 这表面看起来是容易认同的 但是让我们仔细看看 平心而论 有时候一个确实会比两个好 有人笑了 也许我们有听过一个人跑得快 一群人跑得远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就涉及 我在一开始就提出的两个总比一个好的前提了 那就是福音乐 如果这三个前提都不行 孤身作战就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决定 对吗 但是身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思考的就不仅仅是日光之下的逻辑 坎贝尔摩根一位英国福音布道家 杰出的圣经学者曾如此说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生命的全部 这人就是指传道书的作者 一直在日光下经历所有在当时与物质领域中的体验 不关心日光之上的任何事情 所以日光之下无心事 但是日光之上还有心事 所以只有当一个人同时考虑日光之上和之下的事物时 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日光之下的事物 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每天经历的生活 就是日光之下的事情 如果我们只从日光之下的智慧来理解的话 我们无法完全理解 我们要从日光之上 就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世上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 所以同时考虑日光之上和之下的事物 才能够真正理解日光之下的事物 明白了吗 还是不明白 不过没有时间再解释了 人若孤生一人 固然可以无牵无挂专心的工作 但劳碌不惜 所赚得的财富却给不出去 既无亲朋好友可以分享 也没有子孙可以继承 最终还没有办法归自己享受 这有什么意义呢 人的成就若是无人能够分享 不但是虚空而且是极重的劳苦 但是人若有同伴 虽然牵挂分享的人多了 你要牵挂更多的人 也要将就一些人 但是彼此的配搭果效更好 彼此分享的喜乐也更多 但是要找到既能互补 互信互动的伙伴 谈何容易 所以我们华人就感叹 千金亦得 不是那华人吗你们 知心难求 对不对 千金亦得知心难求 还记得坎贝尔摩根所说的话吗 我们要同时考虑 日光之上和之下的事物 才能真正理解 日光之下的事物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 日光之上对自己的说法 不久前 我参加了一个油味理工会 门徒机构举办的讲座 谁是你的属灵朋友 如何成为属灵朋友 猜猜讲员是谁 这个这么快 这才讲员是谁 就是我们的严牧师 所以我讲得不清楚 等一下你们可以问他 我已经真的他的同意 将在今天的正道中加插 一些他当天分享的内容 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 我们都需要同伴 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来守护我们的心灵 你有没有想过 友谊当作属灵的操练 所有的事工领袖都需要有同侪 尤其是与耶稣 培养健康且赋予生命的友谊 友谊是上帝赐予人类的 特殊礼物之一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从人类心理成长的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从人际关系 疏离的状态 成长 为成长 然后能够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人 从灵命的角度来看 人也需要从自我为中心的状态 成长为追求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生活 并学会过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 因为人为朋友舍命 人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了 还有背景音乐 不过 不过 交情也有不同的层次 对吗 交情有不同的层次 从泛泛之交 到与大师 就是我们耶稣的友谊 我是不是改变了很多 我觉得有趣 这样的一些干扰 今天的信息 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两个种比喻好 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去培养属灵的友谊 无论从哪一个层次开始 目标就是要成为自友 然后甚至被上帝拣选 成为别人的良师 现在就让我们选拥的友谣的友谈 这样的一段友谊 是可以如何在我们的教会中体现出来的 从泛泛之交 相见却不相似的会友开始 有吗 你就看看你周团的人吗 我们每个主日都见 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对吗 我们相见却不认识 这就是泛泛之交 那我们要晋升成为什么呢 我们要成为彼此的社交友 或者是小组的器友 我们会因为有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目的而相聚 可能是兴趣小组 可能是查经班 可能是小组的传细 有共同的目标 有一些互动 但未必深入 然后接着呢 我们要成为好友 成为属灵的伙伴 进一步的交往和认识 学习互相的照顾 属灵伙伴是人生旅途中的同行者 有时候在旅途中平行 肩并肩的前进 而下一个阶段 也有可能会分到扬镳 但事实是 我们是先后朝向同样一个目标前进 然后最终我们都要成为 成为什么 成为自由 彼此亲密分享生活的细节和心境 他们的结交较为属意 不需要刻意地定期而正式地约见 这就是所谓的知己 属灵的朋友是指在基督里的自由 大家除了无所不谈 分享一般生活的心境之外 还会分享我们信仰灵性生活的细节 属灵友谊的可贵之处 是在彼此的提示下 一起学习更敏锐地察觉 觉悟上帝在各自生命中的工作 这就是日光之下 我们所向往的互补 互信 以及互动 两个总比一个好的理想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 两个总比一个好 三个更好 从日光之上的角度来看 上帝是不会召唤人 独自一人走完他的灵性之旅的 听清楚 上帝的心意 可能你在日光之下 一个人可能会跑得快 你就觉得继续这样跑 但是你要知道 日光之上 上帝的心意 是不要你一个人 独自完成你的灵性之旅 不过我们也要记得 即使我们感到很孤独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我们的主耶稣 圣灵与我们同行 但是除了耶稣和圣灵 我们也需要与人结伴同行 那就是我们的属灵朋友 或者属灵导师 属灵的友谊 是致力于为彼此提供灵性的陪伴 与自有之间的关系 所以属灵朋友只坐 指路人 而不是领路人 而他们指向的是谁呢 他们指向的道路 就是耶稣 那今天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朋友们 如果你相信爱能改变一切 那么你就要让爱 来联系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领受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一份礼物 就是让我们与他 还有与我们身边的人 要建立起来的友谊 这就是以爱联系三恶意的根本 建立属灵的友谊 让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培养的友谊 不会变得虚空 让我们从泛泛之交 能够一直成长到成为彼此的自由 将日光之下的交情 提升到日光之上的友谊 成为属灵的朋友 甚至自由 并且在这个友谊中 逐渐地砸根在基督里 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活出 上帝的爱 Amen 好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 我们都是你爱的创造 我们每个人 都有我们认为最美的梦想 恳求你 让我们彼此一路上 能够彼此的照亮 扶持 拥抱 愿我们的爱 不只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身边的人 也让这个世界不再一样 我们的爱 因为你先爱我们 虽然我们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踏上 这一条路 这一条你为我们指出的道路 我们要一起走往 你赐福的方向 提醒我们 即使我们的心在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因为在我们之间 只要有微笑 只要有原谅 只要有你的爱的地方 这 就是天堂 奉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最爱我们的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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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